机闭长老 大王找您有急事 什么事 如此呢 慌张 听说人类的科技可以利用卫星测量世界每个角落 我们居住的这个隐秘的环境将会被人类发现的 有这回事 对呀 最近常看到树林里有人拿着圆圆的盘子 接条线到盒子内 听说可以测量土地位置 哦 原来是这回事 大王在哪儿 我去向他说明 大王在水帘洞 铁铭大王 听说树林里有人类在测量土地 没错 你是我们侯辈最有智慧的长老 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这是人类最新的测量科技 将卫星发射到外太空 环绕地球轨道 人类接受卫星的讯号之后 就可以办理测量的工作 哦 这么神奇 我以前从来都没看过啊 实际的利用情形 我也不是十分了解 土地公是管理大地的神 大王可以向他问个清楚 嗯 说的也是 猴子们 你们守着水帘洞 我这就去找土地公 土地公 土地公 快给我出来 哦 原来是齐天大圣驾到 实际实际 你是凡间的土地总管 快点告诉我 人类已将卫星发射到外太空 测量我们猴子居住的地方 这该如何是好啊 嘿嘿嘿 原来大圣是在问卫星定位测量的事啊 别急 让我仔细告诉你 首先我们先到外太空看一看了解卫星是啥东西 大圣啊 卫星您已经看清楚了 现在让我告诉您简单而重要的测量知识 再进一步告诉您 卫星是如何应用于测量的工作上 土地公 我正准备洗耳工听了 测量是一切建设的基础 据凡办理各项公共工程 例如道路 铁路 河川整治 海岸线 矿区及林区 土地复杖 建物及隧道等等 都需要办理测量工作 其中测量的工作又以控制测量工作最为首要 什么是控制测量呢 政府为了规划土地的利用 而办理各项工程建设 或厘清民众所有的土地范围 在测量之前 必须先以精密测量仪器及计算方法 测定若干基本点位置坐标 这种方法我们称之为基本控制测量 它的作业方法可以区分为三角测量 三边测量 精密导线测量 这些是一般传统地测方法 由于测量科技进步 目前已经发展出卫星定位测量 至于基本控制点 依照测射等级可以区分为一等 二等 三等 以及四等 共四级 接下来 用下列简单图形 来说明卫星定位测量的原理 我们先将若干颗卫星发射到外太空 让卫星绕着地球轨道运行 然后在地球表面上设置接收站 接收卫星讯号 由于每个卫星在轨道运行时 可以精确解算其位置 利用后方交汇的原理 我们可以算出地球表面上 接收站的位置坐标 在地球上 人类设置许多接收站 算出位置坐标后 就成为基本控制点 利用这些基本控制点 我们就可以测量地球表面 各种地形地物之间的相对关系 制成各种地图供大家使用 现在你该知道 什么是基本控制测量 即卫星定位测量了吧 哦 原来如此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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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